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Lenslip的一個安裝教學的影片分享 那每一盒Lenslip打開之後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有兩個 一定會有兩個所謂的 Lenslip的紅色這個本體 兩個 跟四個 雙面膠 那雙面膠是它本身要自己貼 不是說它一打開盒子就已經先貼好了 那為了節省我們教學時間 我們已經事先把雙面膠已經先黏在 我們的Lenslip的本體上 這個部分先做一個小小的解釋 那每一盒的Lenslip打開會有八顆螺絲 八顆螺絲 一定會有八顆螺絲 那其中的剩下在這邊 待會再解釋 那每一顆Lenslip的八顆螺絲呢 裡面又有分長的螺絲 跟短的螺絲 那我們每鎖一隻腳的Lenslip的設定 總共需要三顆螺絲 就是一顆長的兩顆短的 一顆長的兩顆短的 那為了節省教學的時間 因為太過隆長 所以我們已經先把它鎖在這上面了 那我藉由這個部分去解釋一下 跟介紹一下說我們安裝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跟角度怎麼拿捏 首先要裝之前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把鞋墊先拿出來 鞋墊拿出來是為了方便我們待會鎖好之後呢 去檢查螺絲的部分 會不會因為太長而造成鞋子裡面凸起 鞋子裡面凸起 如果有造成這種現象 記得螺絲要拆下來 重新用鎖輪機的部分 去把螺絲做一個修短的動作 我們再來鎖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還沒有確定之前 我們的Lenslip的本體 上面貼好的雙面膠的背膠千萬先不要撕掉 因為如果您撕掉之後 你到時候要去做調整角度的話 你會不好調 而且它會造成上面就已經先黏了一些髒東西 黏貼力就黏合力會變差 千萬不要做這個事 除非我們已經角度確定好了 才開始把背膠撕掉 那每一個安裝之前 也有一個重要的動作要把握住 就是我們的卡鞋 一開始如果你已經先裝好卡鞋的卡板的話 還沒有裝Lenslip之前 我們記得一件事情 要拆卡板之前 你必須要在鞋子上先做好記號 確定我們一開始的鞋底板的位置 有一個依據 待會再裝Lenslip的時候 才不會你已經忘記原本的位置在哪裡了 那如果有拆下來之後呢 第一個動作是先把我們的Lenslip放上來 接下來再把卡鞋的鞋底板也放上去 然後呢 螺絲一定只有三個位置 那最上面的這一顆螺絲 是用長的螺絲 記得一件事情 長的螺絲 那下面的這個螺絲呢 這兩顆是用短的 那這個部分鎖螺絲 我相信對大部分的人來講都不難 就是只是把握住說 我們原本的卡榻的鞋底板的對應位置 把Lenslip擺上來之後 再把卡榻的鞋底板擺上來 三顆螺絲放上去之後 平均鎖緊 平均鎖緊 那如果你已經確定說 我們螺絲的長度剛好 裡面也不會有螺絲的凸起的前提之下 就可以把Lenslip的這個背膠撕下來 背膠撕下來 那就會造成它可以緊緊的 Lenslip就會緊緊的 第一個黏貼在我們的卡鞋的 這個底板的那個部分 鞋底的部分 然後呢另外一側它也會緊緊的 跟我們的卡榻的鞋底板 做一個穩固的結合 而不容易滑動 這時候再平均把三顆螺絲給鎖緊 那正確的角度呢 我們從側邊看是最清楚的 Lenslip本身的 本體的傾斜 這個弧度的傾斜度的位置 跟我們的卡榻的這個卡板的相對位置 它的角度是很順的 很順的 而不會有太前或太後的這個問題 不會有太前面或太後面的問題 然後呢在鎖的時候呢 也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地方一定是空心的 這個地方一定是空心的 這個地方一定是空心的 那為了避免造成不小心給鎖爆鎖 鎖裂的問題 切記一件事情 螺絲一定要緊靠前端 這個叫前端 這個叫前端 這個叫末端 僅靠前端 這三顆計的要僅靠前端 然後做一個鎖緊的動作 確定都有鎖緊之後呢 我們的安裝就完成了 安裝就完成了